日过天晴透出彩虹 台湾同志游行迈入第21年 老天很赏脸 台北市政府前广场挤满了人 一群朋友都是为了这个 Event特地过来 然后来这里顺便游玩这样子 因为新加坡没有这样的 一个这样大型的活动 这个是Rainbow Bird Rainbow Bird is always happy Every day And he loves everybody 民众身上装扮彩虹元素 跟着音乐扭腰摆屯 这次的主题与多元同行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委员 这个世代青年连线 民进党赖清德等人都到场支持 婚姻平权并不是终点 婚姻平权只是台湾平权文化的起点 台湾统治游行 今天在台北新一周边登场 许多政治人物也到场力挺 天幕运动公园也很热闹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加年花 同样也有大咖到场 一头绿法摆出招牌pose 台北市长蒋婉安 扮成经典动漫人物 航海王的索隆华丽登场 最主要索隆他在这个角色里面 是鲁夫第一个伙伴 而且他一直追求要成为 全世界最厉害的剑士 有看到很多东西 然后有一个哈利波特 对我施魔杖 每年都来 每年都不同的主题 主办方跟裁判都是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扮这个角色 亲朋好友总动员 扮成少林足球 万圣节前夕活动多 这只人物尬场 评审量 要和民众拉近距离 欢迎训练 伯瀚章商与 邱子林台北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欢迎一把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